Hello,各位朋友们好 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呢 这双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TLB My Yoka的Splitto Derby 这双和咱们上一期聊过的 深蓝色的大理石纹的Splitto Derby 款式上面是相近的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细节的不同 咱们今天的这一双是一个叫Goya的宣型 它是属于Artista Line里面的 那Goya宣型呢 在TLB My Yoka这个牌子里面呢 是非常popular的一个宣型 它呢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包括双扣梦克呀 牛津鞋呀 还有咱们这种Splitto Derby呀 甚至于像切尔西靴 还有乐福鞋 基本上囊括每一个大款式 刚刚我们说完的宣型是Goya 那它是一个Splitto Derby 就是德比鞋就是这个双片开鞋带式 这样的一个鞋型呢 对于脚背比较高的朋友呢 中等或高的朋友呢 都会比较友好 因为这个敞开式的就会不那么压脚背 可以随意调整松紧 根据个人的需求去系这个鞋带 那这一圈呢叫apron 就是作为一个装饰 这个也是纯之前我们说过 纯手工缝制出来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用机器缝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缝线 感觉不像是把皮子切开了 而是直接缝了线去做了一个装饰 从我这里可以看出来的 这是这么一个感官 好 那内衬呢都是一样的 上面绣有TLB Myoka的字样 Artista Line 然后是这种半掌的Lining 我们来看一下走线 这双用的皮子呢 是这种叫做Hatch Green 亚纹的皮面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这种比较粗广的这种广格皮面 RTW线呢 它在这个Hatch Green这种皮子上面呢 是比较有难度的 我这边说的这个制作的难度呢 是一般来讲 它因为这种亚纹呢 崩萱的时候 由于前面整个要拉紧 所以呢 就会导致 拉紧了之后呢 纹路就变得很不明显 看起来就很趋近于 普通的这种牛皮Calf Skin 所以呢 非常的考验工艺 如果是一些大牌的话呢 它们基本上可以做到 崩萱崩完了之后呢 不会像咱们这个 现在纹路变得这么浅 当然这个呢 考验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皮料本身 另外一个呢 就是工艺 好 看完这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City Soul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TOP呢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 这个City Soul 我不知道从镜头里面 大家是否能够看得见 就是它的整个这种 固特异工艺呢 这个鞋面做得很古 因为底下有Cork 软木屑 所以它这个就是为了缓冲 就是起到一个舒适的效果 并且达到一个透气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地方是最amazing的 因为TOP的这个 大家从这个角度可能能看见 TOP的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 Artista Line 这个腰线是收得很窄很窄的 这个如果你体验过TOP 并且看到Artista Line的乘鞋 这个是非常惊艳的 就是说拿在手上 会感觉这个腰身非常的细 那么除此之外 还能看见有这么一个Hump 到目前为止 我所体验过的TOP是唯一一个 在乘鞋的这种City Soul 能把这个Fiddle Back 做得这么的明显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Fiddle Back 但它其实非常的趋劲 然后整个后跟这一块 也是同样的是City Soul的橡胶底 所以它的整个鞋底 都是这种橡胶的外大底 这种橡胶的外大底 它的穿感 比起整个全皮的外大底来说 它会稍微偏硬一点 从体验上来说 但是它当然是耐磨度 要比真皮的要来得好一些 并且如果是一些下雨天的话 不是很大的雨 像这种踩在湿的地方 也会比较有摩擦力 然后也会相对比较精躁 看完这双鞋的细节之后 咱们来做一个对比 上一期视频有问过 关于打高光 那咱们有朋友建议 说就打无色的镜面 那这个是打完的一个 打完无色镜面量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效果 OK 咱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首先咱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两个的轩形不同 一个是Belancas 一个是Goya 那么Goya的头 这个鞋头呢 就有点像杏仁头 稍微偏圆偏尖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皮子的不同 这个是Calf Skin 博物馆皮 这个是Hatch Green Hatch Green整体的摁压杆上面呢 会感觉这个皮面要比 这个鞋要稍微厚实 那么硬那么一点点 应该说是更确切的说 应该感觉上要稍微硬一点点 前面的这个Split Toe的地方 之前我们有提过 左边这一支呢 就是深蓝的这一支呢 是皮肤针 它是里面反向 去缝 然后再翻出来 那这一支呢 就是直接缝线的 这么一个装饰 缝线装饰 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并且感觉呢 这个头的这一块呢 会稍微更长一点点 非常微小的一个区别 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鞋身的一个区别 大家会看见鞋身的部分呢 这两支鞋呢 嗯 就是这里 之前我们有说过 它是用缝线来做一个装饰 而这一双呢 它是有多一个皮子的这么一个细节 把它盖在上面 然后这里缝合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是一块整个整个的整皮 这里是拼接 这个是一个细节上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外观 这个鞋呢 会更偏向于叫 Blucher 从英文的那个叫法里面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缝合 就是为了加固鞋身两片鸭纹皮的这个结合点 看一下鞋根 感觉 这个鞋这个有一个这种齿轮的鸭纹装饰 这里没有 然后因为它是橡胶大底 所以它这个整个是全掌橡胶 然后也是一个270度的骨特异缝线 然后再加上中间的stack的皮底 最后再有一层这个橡胶的外大底 好 整体上来说呢 这双这个外底给出的一个反馈 非常的明显 要比这一只的穿感要来得硬 来 所以这一只鞋的这双呢 要break in的时间就会来得更长一些 那么相对来说呢 这一双呢 就会更容易break in 那鞋底的话 橡胶底也会来得更厚一点 但是缝线都非常的平整 另外有一个有一处小的细节就是 这双鞋是有发紧的压纹 而这一双就没有 就比较容易看出缝线 可能也是因为City Soul的原因 配搭什么样的外大底 它的welt的这个周边缝线的工艺 会稍微有所改变 好 朋友们 咱们今天这一期的细节展示和对比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 在这儿呢 也欢迎大家留言 讨论一下自己喜欢的鞋品和细节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